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想教我的AI讲血压稿 嗨 Sophia 你需要我帮忙调整你的演讲内容 你包含这一点吗 不是 我刚才给你那个内容 你可以讲课 跟好像刚才我给你那个 看起来你引用了一个常见于视频或广播节目的节语风格 如果你希望在演讲中加入类似的互动语句 来增加观众的参与感或引导他们采取行动 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进行调整 你想将这种形式引用于你的演讲结尾吗 对 或者是需要其他方面的帮助 不需要你跟这样子的内容讲 明白了 我会避免类似的表达方式 如果你准备好开始演讲了 随时告诉我 你现在可以开始 好的 我们现在开始 开场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影响全球数百万人的严重问题 高血压 也许你曾听说过高血压 但可能认为它离你很遥远 或者觉得只需要稍稍注意就行 然而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 因为它在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症状 直到情况变得非常严重时才会显现 所以今天我想告诉你 为什么关注高血压是至关重要的 以及我们如何通过简单的生活调整来预防和管理它 背景故事 我认识的一位朋友 就是高血压的典型例子 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健康问题 日常生活看似一切正常 但他总是忽视一些小细节 比如压力过大 不规律的饮食 以及缺乏锻炼 直到有一天 他在一次体检中被告知 他的血压高得惊人 已经到了可能引发严重心脏病的边缘 这不仅让他感到震惊 也让他意识到去所 多人都像他一样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遭受着高血压的困扰 高血压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得高血压呢 首先 我们的生活方式 对我们的血压有直接的影响 久坐不动 吃含炎量高的食物 缺乏运动 吸烟 以及长期的压力都会导致血压上升 遗传因素也可能在其中起作用 但很多时候 生活方式是导致高血压的关键因素 高血压的后果 如果高血压不加以控制 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健康问题 它会增加心脏病 脑足中和肾衰竭的风险 更可怕的是 它通常没有明显的早期症状 这意味着很多人在出现严重病发症之前 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 正因为如此 高血压是一个我们需要立即关注的问题 高血压是可以控制的 好消息是 高血压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得到有效控制 健康的饮食 减少盐分的摄入 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 定期锻炼以及高质量的睡眠 都是控制高血压的有效方法 如果能及早采取这些措施 很多人可以避免高血压带来的风险 结束于 今天我想鼓励大家 无论你是否已经被诊断出高血压 都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除了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我们可以通过服用高质量的健康补充剂 来辅助预防和控制高血压 Forever Living的产品 特别是含有天然成分的补充剂 能够帮助身体保持健康的平衡 增强心血管功能 健康从来不是偶然 它需要我们每一天都做出积极的选择 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 关心自己的身体 采取正确的措施 我们不仅可以预防高血压 还可以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健康的未来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保护我们的心脏 守护我们的生命 演讲结束 你觉得这个演讲内容如何 是否需要做任何调整 不需要 今天你讲的特别好 我很高兴今天 谢谢你啊 非常感谢你的认可 我很高兴能帮到你 如果以后还有其他需要讨论 或准备的内容 随时告诉我 今天祝你一切顺利 请不吝点赞